為一個介紹 讓大家了解說 一個兒童異型糖尿病的孩子 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這是一個3歲11個月大的小妹妹 她這一兩個月 她原本的體重就16公斤 會掉到13公斤 除了體重比較掉以外 最近又會覺得比較頻尿 而且容易口渴 那這一兩天 看著前一兩天 開始出現比較精神不好 比較倦怠 食慾不振 而且呼吸有越來越喘的一個情形 所以就帶來我們小兒內科密科的門診求診 那在門診的檢查 我們發現說 除了呼吸喘以外 她的嘴唇明顯的比較乾烈 而且會一部也有肥菌性的一個尿固症 那所以我就做了進一步的檢查 發現她的血糖高達589 那正常人的痛苦血糖的話 是不會超過100的 然後她有達到快要500了 那糖化血色素是過去3個月血糖的平均值 正常人是低於6% 那這個至少沒有進到12.7% 她過去3個月的血糖平均是很高的 那她的血液酸鹼度也是比較酸 正常人大概是7.4左右 她已經酸到7.01 是呈現一個代謝心酸重複的一個狀況 而且她的吸引的尿液就有出現了頭氣 那所以陳小妹妹這樣的一個狀況呢 我們的診斷是什麼呢 那對於兒童跟青少年糖尿病的診斷 她的標準其實跟成人是相同的 那只要符合下列任何一項 而且要再確認一次就可以診斷為糖尿病 那第一項是她的控腹血漿葡萄糖的濃度超過126毫克粉繩 那我剛剛說我們這個病人控腹就到400多了 那第二個是就有糖尿病的症狀 而且隨機的血漿葡萄糖濃度超過200 那第三個就是說她做口服葡萄糖耐性試驗 第二個小時的血漿葡萄糖濃度超過200 那這個部分呢做這個測驗當然大人跟小孩是不一樣的質量 那第四個就是說她的糖化血色素 也就是過去三個月血糖平均是超過6.5% 所以只要任一項有符合的話呢 其實就可以診斷是糖尿病 那剛剛有提到說有糖尿病的症狀 糖尿病會有哪些症狀呢 常見的症狀是喝多吃多尿 而且會有起重新的一個情形 那陳小妹妹這一次呢 除了糖尿病以外 她的血糖值標得非常的高 而且有呈現代謝性酸中毒的情形 所以她是一個高血糖病症 我們說是糖尿病酮酸血症 她的定義就是說高血糖和代謝性酸中毒 還有血液跟尿液有出現同體 那什麼狀況下比較容易發生這個高血糖急症呢 通常是糖尿病的病人在有一個壓力之下 譬如說她遇到了外傷 或者是最近有一個感染 或者是她最近有心理的壓力 或者是已經有糖尿病的病人 她忘了給倒 忘了給藥 就會造成這個高血糖的急症 那高血糖急症會有什麼症狀呢 通常會有脫水 口渴 皮膚比較乾燥 眼眶比較凹陷 心跳快速 支持性低血壓這些情形 而且呢她會吃不下 身體比較虛弱 那再放下去嚴重一點的 她就會到意識障礙甚至會平衡情形 那你的呼吸通常是又深又快 而且會有一個特殊的餅頭的味道 皮膚比較溫熱乾燥 而且有一些會有腸味道的一些症狀 像是噁心嘔吐 肚子痛的一個情形 那糖尿病的銅酸血症呢 她主要的一個致病機轉 就是體內的胰島素不夠 那我們體內的胰島素不夠 我們就沒有辦法讓細胞可以利用糖分 所以呢血液裡面的糖分 吃進去的糖分就會越來越高 血液裡面的糖分越來越高 可是呢細胞外的滲透壓上升 那胰島素作用一直不夠 如果我們的身體沒有熱量可以利用 就會讓這個脂肪組織被分解掉 釋放很多的油脂脂肪酸 所以就會寄附造成糖尿病的銅酸血症 那因為高血糖的存在 會讓葡萄糖有利尿的作用 從藥也排出 那它會帶走大量的水分跟電解質 所以這些病人其實它會有嚴重的脫水 甚至脫水到休克的情形 那所以遇到這樣的情形 我們會做什麼樣的處理呢 一般來說如果是第一次發病的病人 特別是年紀越小的病人 狀況通常會越危急 所以我們大部分都會進入加護病房 做監測跟治療 那會給大量的數位治療 還有胰島素的治療 另外呢會矯正它健檢值的不平衡 並且密切的監測它的生命真相 還有血液的生化素質 OK 那經過這個第一個步驟之後呢 問題就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說 欸 陳小妹妹呢 它到底是屬於第一型糖尿病 還是大家比較常見到的第二型糖尿病呢 那第一型糖尿病我們大概大部分 分成第一型跟第二型 那可以看這個卡通圖 第一型的大部分是比較年輕的 比較瘦一點的病人 第二型呢大部分是年齡比較大一點的 比較胖一點的病人 所以第一型的發病年齡 大部分是在兒童期跟青春期 第二型呢發病的年齡 大部分在青春期或者是成人的時候 那發病的時間呢 第一型大部分是比較急性比較快的 短短的幾週或者是一兩個月之內 有症狀之後就很快的有厲害的症狀 那第二型糖尿病大部分 它的症狀發病是比較慢的 大部分的症狀是比較輕微的 那胰島素的分泌的情形呢 第一型糖尿病幾乎是不會分泌 或者是它只剩下很低的分泌 那第二型糖尿病呢 它們是有胰島素分泌的 但是它的分泌的程度 可能有的人稍微補足 有的人其實是足夠的差異比較大 那胰島素的敏感度來說呢 第一型糖尿病它是正常的 它對胰島素的敏感度是正常的 但是第二型的它通常會有足抗性 那第一型糖尿病呢 它沒有辦法分泌胰島素 所以它是對胰島素的依賴性呢 是我們說是胰島素依賴型的糖尿病 那第二型的話呢 它可以使用狗子降血糖藥物 但是有的比較嚴重的病人 它必須要改成胰島素的治療 那它們的遺傳性 都是屬於一個多基因的遺傳 那第一型的病人呢 通常它是自體免疫的一個 有抗體去對抗它的胰島細胞 第二型糖尿病通常不是 那第一型糖尿病 常常在發病的時候 會合併同酸腫毒 第二型也會比較少 那第二型的病人呢 比較常是胖 胖胖的病人 因為肥胖造成的 那它也比較容易有肥胖造成的 那它也比較容易有肥胖造成的 這些顏色皮皮症 就是V型的不會有 所以我們來看看我們這個病人 曾小飛美 第一它的年紀才3歲11個月 所以很小 不到4歲 體重呢是16公斤 還沒有發病前的體重是16公斤 105公分 所以它的身體質量指數 就是我們說的BMI 只有14.5 它其實介於這個年紀 女生的15到5的百分位 也就是它不是胖的 它是比較偏瘦的小孩 那它家裡也沒有人有糖尿病 那它的胰島細胞功能 我們去測 發現已經測不到了 是最低等測不到的數值 而且呢它身體可以測得到這種 對抗胰臟胰島細胞的這個抗體 是陽性的 所以呢 陳小飛美是屬於第一型糖尿病 那第一型糖尿病的成因呢 主要是因為體內的胰臟的這個 這個胰小島細胞 這個胰島細胞 被破壞掉了 所以它沒有辦法更避胰島素 那第一型糖尿病的小朋友呢 通常會有的一個症狀就是 常常是幾個禮拜 或者是一兩個月的病史 那它的症狀就是 一樣是多尿多喝 可是體重反而是減輕的 那有的小朋友會 本來是不會半夜尿床的 就變得會尿床 那有的人會合併肚子痛 喉吐 那很多都會在剛發病的時候 看到口腔或會有黴菌的感染 那大概有三分七到二分七的病頭呢 它常常會進展到我們說高血糖急症 剛剛提到的糖尿病同跟血症的時候 才會診斷出來 那有一些病童呢 是因為感冒的感染 所以呢 它就讓它的糖尿病的症狀更明顯 所以就診斷出來 那第一型糖尿病的發生率呢 其實遠比第二型來的要少很多 那發生率最高的 全世界發生率最高的是在北歐國家 那我們亞洲國家其實是 全世界發生率最低的一個區域 那在台灣地區呢 發生率大概是每年每十萬人口裡 裡面會有兩個 那盛情率的話大概是千分之0.5左右 那發病年齡呢 大概有兩個尖峰 一個是五到七歲 一個是青春期的時間 那這個我們可以看到說 在歐洲的國家 發病芬蘭啊北歐這些會點蛋脈 發病率都是蠻高的 那可是我們亞洲國家 台灣日本這些 其實發病率是很低的 跟他們比起來 那只要有一個低型糖尿病的孩子 被診斷出來 其實親朋好友阿公阿嬤 爸爸媽媽第一個就是 會去開始責怪說 這到底是什麼問題 是不是媽媽給他吃太多的含糖食物 是不是飲食的關係 造成這個小朋友得到低型糖尿病 那其他周圍的朋友 怎麼會很擔心啊 那跟他一起玩會不會被傳染 這是不是會不會跟他一樣 那再來的話就會有人擔心說 那這是不是遺傳的 到底是爸爸的問題 還是媽媽的問題 那或者是再生弟弟妹妹 會不會發生 這些都是剛發病的病 其實會很疑惑的問題 那基本上呢 試太多的含糖食物 基本上是不會增加兒童或青少年 第一型糖尿病的機會的 那含糖食物過多 的確會造成肥胖 那肥胖引起的糖尿病 是屬於第二型的糖尿病 這個跟第一型糖尿病的原因是不同的 所以第一型糖尿病 絕對不是說 小朋友因為媽媽給他吃飲食習慣不好 或者是照度不好造成的是沒有關係的 那另外第一型糖尿病呢 是不會傳染的 所以跟小朋友一起玩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那至於遺傳的諮詢的部分呢 在發病率高的北歐國家 其實他們都有做過這方面的研究 有第一型糖尿病的家族史的成員呢 比如說爸爸有第一型糖尿病 其實呢 他的小孩的第一型糖尿病的幾率呢 不到7% 那媽媽的話呢 得利 媽媽是第一型糖尿病 然後他小孩的發病率不到12% 所以以北歐國家來說呢 其實他跟其他的人 正常人 家裡沒有第一型糖尿病的人 他的發病率是差不多的 他並沒有比別人高 那只有同卵雙胞胎 就是說如果是同卵雙胞胎 一個人有第一型糖尿病 另外一個孩子有的機率是高達35% 但是其他兄弟姐妹有一個人 其實其他的孩子的患病率 是大概不到3%到6% 所以是跟其他家的孩子差不多的 所以基本上 其實除了同卵雙胞胎以外 遺傳的比例是非常低的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第一個要面對的是說 欸 生小妹妹 我們診斷了第一型糖尿病 那他要接受什麼樣的治療呢 那第一型糖尿病 這是一個第一型糖尿病的孩子畫的圖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他覺得他自己很像走在鋼鐵上面 下面是鯊魚喔 那他的治療呢 必須要同時注意食物跟隱導素 達到一個平衡 他才不會掉下去喔 所以他畫得很貼切喔 所以這是在隱導素發明之前的時代 我們可以看到以前呢 沒有隱導素的時代呢 他們只能用嚴格很嚴格的飲食控制 但是都不讓他們吃寒糖食物 那本身糖尿病就會體重一直變瘦 所以可以看到幾乎都是瘦乳乳財喔 那這是第一個接受 胰島素治療的病人 可以看到說他本來是非常非常瘦的 那在經過胰島素治療之後 欸 他其實是可以正常的成長的喔 那後來出了一本書喔 就是他怎麼樣度過這個部分 那目前來說呢 胰島素治療 我們其實有分成不同的技型 還有不同的使用方式 那小小孩最常用的是 一天注射每次的使用方式 就是說我們早餐前會打一個 晚效期的胰島素 他可以寒話 他可以管控他的血糖 管控到中午的血糖 那中長效的胰島素 可以管控到晚餐前的血糖 那晚餐會打一個 短效合併中長效 短效是管到睡前的血糖 中長效是管到隔天早上的血糖 那這樣的好處是 一天只要打兩次 那對小小孩來說 剛發病的小小孩來說 接受度比較大 那不過壞處就是說 欸 我每天吃飯 必須要很固定的時間 我不能今天五點吃 明天七八點吃 因為我們打針的時間是固定的 藥廠是固定的 那你也不能今天吃很少 明天吃很多 那這個都是固定打進去的 就沒有辦法去配合 那所以呢 比較符合生理的需求的是 一天多次的方式 就是說我們睡前 打一個超長效的胰島素 他提供我們一整天 沒有吃東西的時候的 一個基礎的胰島素的需求 那三餐有吃東西的時候 我們再打素效的胰島素 就是說有吃東西的時候再打 那吃完東西他就作用完了 他兩個小時就作用完畢 所以呢他的時間會比較彈性 所以我今天早一點吃 明天晚一點吃 那都沒有關係 要吃之前再打就可以了 而且我今天吃比較多 也吃比較少 沒關係 我們會教他有個算計量 他在吃之前 估計我這一天要吃多少 再打多少積量 所以是比較彈性的 但是換句就是 你一天要打比較多陣 要愛比較多陣 那不同的肌息有不同的優缺點 所以兩次的我們會是用抽的 抽起來混合在一起打 那一天多次的呢 現在都是比起的針頭 所以是比較操作比較方便 那小朋友可以帶在書包裡面 那吃飯前就可以打 是比較簡便的 那另外現在也有所謂的 胰島腹棒 我覺得是 我沒有問題 偷船 但我… 另一方就你